好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層底的話 公司得重新來看這邊 我們把那個符號給你解釋一下 這個B指的是什麼 就是浮力 然後呢什麼是W空 W空的意思是物體在空氣中的重量 那什麼是WE 就是物體在液體中的重量 那其實這個公式啊 其實很顯和意見的 它就是根據什麼 根據那個浮力原理 什麼意思 譬如說假設現在我有一杯水 好那這邊呢有個物體 好去兩個時候呢 發現這個地方是100公克 好本來是100公克 我丟到水裡面去以後呢 它變成80公克 所以請看一下 根據公司裡面啊 什麼的空氣中的重量 請問你 這個物體在空氣中多重 是不是100 在水裡面呢 在液體裡面呢 是80 那所以請問你浮力怎麼整個多少 是不是兩個相減 就是100減80 所以它就是浮力原理的那個延伸 聽懂嗎 所以什麼W空 就是物體在空氣中的重量 WE呢就是物體在液體中的重量 那兩個相減就相差它減氣的重量 減氣的重量就是我重新 就是我的浮力 這樣會不會 好那第二個公式呢 除了等於它之外呢 你可以等這個 它等於E面下體積乘E體密度 我先說一下 有一些老師啊 他不是這樣寫 他直接這樣寫 他直接寫 V等於DE 我先說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意思 為什麼 什麼是V下知道嗎 V下是物體在水面下的頂基 那你告訴我 如果是成體的話 它在水面下的頂基是多少 那不是全部嗎 所以有你的這個V 有啊這個V就指的是全部的頂基 所以這兩個是一樣的意思 那你說老師那剛好生機率 沒事做起這個 因為我要跟這個做相對照 你不覺得這兩個公式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嗎 看到嗎 這兩個公式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體積指的是什麼 全部的體積 那這個體積呢 指的是E面下體積而已 這樣會不會 所以公式其實都是同一個啦 懂啦齁 所以要講一遍喔 如果是成體的話呢 如果是成體的話 公式有兩個 一個是W0和WE 另外呢 E面下體積乘E體密度 好也許你要問說老師 他為什麼可以等E面下體積的E體密度 想不想知道為什麼 好告訴你為什麼好了 不然你連背半天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答案是剪他的 第一根根沒問題吧 講解過了齁 我們看第二根 為什麼可以等他 請看一下喔 你想一下喔 如果我把這個杯子把水裝滿 我把水裝滿 我把東西丟進去裡面 請問你這個水會把出來 會吧 請問你含出來多少 跟水有關 你知道嗎 跟這個物體體積有關 如果這個物體體積是100的話 你滿出來的 想說這個是100立方公分喔 你滿出來的那個水呢 肯定也是100立方公分 對不對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學過嗎 當我們在求不規則體積的時候 怎麼算的 怎麼怎麼算出來 怎麼把它做實驗 東西丟進去嘛對不對 看它上升多少嘛 對不對 上升的體積就是什麼 物體的體積嘛 那現在一樣 現在我只是把那個東西 裝滿水而已對不對 所以你滿出來的那個體積就是誰 就是這個物體的體積嘛 對吧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物體的體積 為什麼可以等他 來看這邊 公式不是學過嗎 m等於什麼 d乘d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滿出來的那個水的 重量多少 就是那個密度1 乘上它的體積100 那這個m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滿出來的水的重量嘛 那請問你 滿出來的水的重量 你就是它減性的體積嗎 欸減性的重量嘛 所以它可以等這個公式 這樣懂了嗎 會啦 所以它其實根據那個 排水法去算出來說 原來福利可以等於 等於什麼東西 可以等於 易面下體積成液體密度 不懂同學 你下次過來多問我幾遍 好不好 我可以講慢一點給你聽 因為 這要為什麼假設你懂 什麼在排水法 你不懂現在問我老師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你要懂才知道 生活越來越這樣帥 好 那如果是主體的話 公司用這個b等w 那我很好背 就背bmw 然後這彈律是黃心 你知道嗎 這個w就是它 就是空力重的重量 好 為什麼呢 快速解釋一下為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 你猜一下 我先講一下 這個公司 原本要寫跟它是一模一樣的 原本應該寫w空 原本要降寫 可是為什麼不降寫的原因是 來看這邊 也是一樣的實驗 如果假設這東西是100克 好 所以用個彈簧秤 拉著它 你猜齁 當我把這東西放到水上面去 放它浮起來的時候 你告訴我 這彈簧秤的毒素會多少 你聽懂我講什麼嗎 我說這個物體 看這邊仔細聽懂 我講慢一點 我說這個物體 原本呢 是用個彈簧秤去拉 對不對 然後彈簧秤的毒素 上面出現就是100 那是不是代表 它重量就是100克 這個沒問題 對不對 我說如果你把這個物體 放到水這邊來 然後它浮起來 你猜這個毒素會多少 肯定是你 為什麼 你反過想 如果不是你會有什麼現象 它該往下掉 對不對 也就是說其實即使你把這個彈簧秤剪掉 你告訴我這個物體會往下沉嗎 事實上是不會的 它是浮在水面上的 因為它浮在水面上 有沒有靜止不動 有啊 那我不學過嗎 既然靜止代表什麼意思 合力多少 合力一定是0 那你們是往下不是100的嗎 這大概你做實驗嘛 對不對 那代表一定有個往上和力多少 也是100 那個100是誰 往上的100是誰猜 就是浮力 所以浮力就是給你的重量 所以原本你剛剛寫是一樣 一樣是寫W空減掉WE 可是因為它在液體裡面 它是浮體 它在液體裡面的重量是多少 0 所以浮力就等於它重量 這樣會了沒 浮力等於它重量喔 好 然後它可以等什麼東西 也可以等於異面下提升 液體密度 好你是一樣 這個異面下提升 你指的是誰 指的是這個部分 我現在畫紅色的部分 就叫異面下提升 就成液體的密度 這樣會不會 好 公式背的 原本下補充給你看 我們看下面的補充 公式把背起來喔 再講一遍喔 浮體的話呢 兩個 空運動重量 只要液體重量 W空是WE 還有呢浮力等於什麼東西 液面下提升液體密度 好 那如果是浮體的話呢 就BMW 很好記 它叫B等於V下成液 會不會啦 好 我們看下一個部分 好 下一步 1